说近日沈阳的一位张先生和朋友喝酒 之后一不小心在路边摔倒昏迷 整整三个小时 最近这段日子沈阳夜里这温度都特别低 零下二十度左右都是常事 可想而知当时张先生的情况有多危险 幸亏他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出租车司机 当时我找人出车了 干头一个活 我就玩了一滚 一里地那样吧 我都过去了 我一看有个人跟他躺着 然后我把车就倒回来了 我一看报到警方 然后我就跟他躺着 别让别的车他给撞上了 警察过十多分钟过来了 然后我和那两位警官一起把他抬到车上 他跟我车上搭的手指 给他查的 不是人全是那什么 他已经没有知觉了 当时可以这么说 这话在家人了 那个点是对了 你说在家那点还是对了 就是天儿 警察得送到医院了吧 张先生送医救治 右手四根手指 不幸冻伤截肢 总体来说脱离了生命危险 不幸中的万幸 得知自己是被一位好心的过路司机救下来的 他也是万分感激 救了一条命 要没有他的话 可能就是时间一长 就是生命就是已经悄悄不过来 我出于本质吧 就是会谁都能去做这件事 救了一条命 也等于一个家庭吧 1月20号